这不是个赌局 这是魅力ABC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开设的搭讪约会集训营的第一堂课 主讲人33岁的越南裔美国人杰力辰 要让这些在两性交往中怯战的男生 闲于大翻身 全员大多数是21岁到39岁精明却内向的男生 而他们当中三分之二是亚裔 这是为什么呢 不管是餐馆老板李汉 还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拉结 音频内外的亚裔男生在情场上屡战屡败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6月的一份 关于美国各族裔通婚情况的报告 2008年大约有40%的亚裔新婚女性 嫁给了其他种族的男性 而相反只有20%的亚裔新婚男性 娶了其他种族的妻子 而这样巨大的差异 在白人和拉丁族裔中是不常见的 但是不是亚洲男生不喜欢别的种族的女生呢 对女孩都感兴趣 对啊 西班牙 亚裔 黑 沙克 罗美人 什么 今年23岁的何正伟 高20从台湾来到美国念书 现在已经大学毕业 她通过网络知晓亚裔花花公子杰里成之后 专程从德克萨斯州飞到华盛顿 参加搭讪约会集训营 不但拿自己现身说法 杰里成还有四位男女辽基帮衬 辽基 本是军事用语 只编队飞行中跟随掌机执行任务的飞机 随着电影《壮志凌云》的走逢 辽基这个词被隐身 范子那些替男生在社交中暖场 以便他们与异性攀谈的助手 阵容的确强大 而三天学费1500美金 到底能学到什么呢 从站姿到谈姿 杰里成言传身教自己的约会秘诀 表情要做足 主动出击的标准动作也不能少 奥妙都在这碰 转 放开 上了几个小时的理论课 又和辽基们过过招 接下来要懂真格的了 小伙子们准备好了吗 是 希望我们今天要吵架 吵架 吵架 华盛顿市周六十一点 夜生活刚刚开始 两位女寮鸡假装过生日 吸引舞池里其他女孩来喝上一杯 两位男寮鸡也不失时机的 撮合学员们和女孩们认识 从搞笑握手游戏 到看手相拉近距离 学员们献学献卖 还可以及时获得辽基们的指导 经过一晚的实战训练 周日中午 他们又到了年轻人聚集的乔治敦 来练习在白天大街上和女孩邂逅 而昨晚学员们到底有什么收获呢 我昨天晚上至少十个 没有了夜店的喧嚣做掩护 白天的街头邂逅挑战更大 萨拉在讲解迎面遇到女孩时 什么样的身体距离最有力攀谈 最好和对方空出一点距离 并开始失意交谈 如果走得太近 对方很容易忽略你继续前行 他被拒绝了 他好像也不太顺利 真是知意行难啊 那到底多久才能出师呢 如果你是聚集的 它可能会花两年 但如果你是我和你努力 它可能会花六个月 或少于一年 集训营在选美各大城市轮转开奖 不菲的学费 拦不住有学员从多伦多远道而来 除了担当杂志封面人物 杰里还经常到名牌大学去宣讲 虽然提高亚裔男孩社会地位 任重而道远 但是杰里看准自己的商机无限 我可以安全地说 我永远会不会出现工作 有一个五个亚洲美国人 永远会不会出现 有几千亿 我认识在中国 你会有24亿美国人 那就是在中国 这也不含有其他地方 上完这三天课 你还会推荐给你的朋友吗 我会推荐这个课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增加你的信心 然后第二个 你会了解其实你能做的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 美国之音 金刀 西西 华盛顿报导 未经许可, 本党 未经许可, 最经许可, 最接日的 方式 未经许可, 最经许可 最经许可, 最后最经许可? 我可以推荐给你